康凯接到了安宁医院主任医师李浩的电话 他慌忙穿上了职业装 三步并坐两步地跑到李主任的办公室 康凯是江北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在梦境心理学上有突出的研究成果 这次学校只抱送了他一人去了安宁医院实习 进了李主任的办公室 康凯逼恭逼敬地把自己的简历和学历证明放在了李主任的桌子上 只见李主任抿了口茶 对康凯说 康凯 我们医院会把实习生安排在医院南楼地下室 那里都是一些罕见的病例 你觉得你能适应吗 李主任 你放心 我可以适应的 康凯自信地点了点头 其实康凯的童年曾经有过创伤 他亲眼目睹了姐姐被人杀害 他自己就是异想症的患者 只不过他掩盖得很好 第二天 康凯来到了这个所谓实习生工作的地方 原来这里只有两名病人 一个是20岁出头的女孩子 她叫舒晴庆 人长得白白净净 淡雅的双眸如水一样纯净 鼻子十分标致 嘴如樱桃般小巧 很难想象出她是精神病患者 她的病例上显示她有忧郁症 早上 康凯查房的时候 发现这位女孩子手中拿着樱塑花 喃喃自语 你见过这种花吗 她来自地狱 如果她出现在你的桌前 那么 你一定活不过今晚 说吧 她开始抽气 康凯给她做了常规检查后 为了不刺激她 便马上离开了 接下来 康凯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一个男病人的房间 她叫刘新云 年龄差不多30岁 面色苍白 两只眼睛不停地向外张望着什么 她是意想症患者 不过 她的情绪看起来比那位女孩子更稳定些 康凯给她做了检查后 迅速离开了她的房间 她打算把病人的报告拿给李主任看 就在这时 那个叫刘新云的病人居然缓缓地从她房间里走了出来 走到了康凯的身边 悄悄说 难道你没觉得我很眼熟吗 告诉你吧 我不是精神病 哈哈哈哈 刘新云肆无忌惮地笑着 康凯不想和精神病搭讪 勉强敷衍着 我知道你很健康 今晚是康凯第一个值班的夜晚 当康凯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隐约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她身边走过 她又听到了舒晴晴的声音 音速花开 看到她的人都活不过今晚 康凯的心像被扎了一样 她猛然从睡梦中惊醒 果然 她的桌子上多了一束音速花 她为了保险起见 打算去查房 康凯走到舒晴晴的病房 天哪 她的病房空无一人 舒晴晴去了哪里 正在这时 康凯听到对面的病房有响声 她闻声而来 当她打开房门的时候 康凯几乎被吓得灵魂出窍 两眼发直 病房里好像不像以前的布局了 整个房间破旧的像很久没有人住一样 一个男人 没错 是刘新云 她居然拿着一把短刀 朝舒晴晴的身上砍去 啊 康凯尖叫了一声 就在康凯眨眼的瞬间 房间就变成了以前的样子 还是以前的病房 只不过空无一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康凯眼睛花了 不管怎么样 两名病人失踪了 事关重大 康凯打算先报告给李主任 他一口气跑到了李主任的办公室 发现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 就这样 康凯一宿没睡 等到了天亮 直到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来上班 他仍然没有等到李主任 李主任究竟去了哪 接下来 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康凯震惊 这里是安宁医院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叫李浩的主任 这个结果让康凯头皮发麻 这时 一位四十岁左右戴眼镜的男士 轻轻敲了敲康凯的肩膀 康凯 你怎么在这里 你想念你死去的女朋友了 那也不至于守在医院门口吧 说话的这位自称是康凯的学长 你说什么 我女朋友死了 谁说我女朋友 康凯的脑袋一片混乱 这时 这位学长拿起了一张照片 这是他们和江北医学院高教授 一起吃饭时候照的 里面可以看见一位皮肤白皙的女孩子 依偎在康凯身边 康凯瞪圆了眼睛 这位女孩子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消失的病人舒秦庆 天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康凯惊讶得大张嘴巴 突然 康凯对眼前的学长 好像有点印象了 他是比自己大几届的学长 没错 康凯以前经常和他切磋梦境心理学呢 顿时康凯感到头痛 记忆像出闸猛虎般涌了出来 一些画面像光一样闪过他的眼帘 康凯回忆起来了 两个月前 他去实验室找女友 不想看到了一个黑影杀死了自己女朋友舒秦庆 然后落荒而逃 可惜他没能看清楚凶手的脸 由于儿时的精神创伤 康凯昏厥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失语 被送到了安宁医院 治疗了好几个星期才逐渐恢复 这么说 康凯是这个安宁医院的病人 而不是医生 不对 康凯很确定 那个李浩主任是真实存在的 是他给康凯安排实习 这些不是康凯的意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康凯真的记忆错乱 神志不清了 那个女病人是舒秦庆又是怎么回事 她不是在两个月前就死了吗 突然 康凯想到了学校的实验室 对了 那里是凶案现场 也许只要去了学校实验室 康凯就能试着找回失去的记忆 说完 他一个人疯一样的跑回了江北医学院的地下实验室 这里是江北医学院最隐蔽的实验室 他在一号教学楼的最下层 走过狭长的楼梯 康凯终于走到了地下实验室 此时他听到了只有自己的心跳 猛然间 康凯打开了房门 恐怖的画面又出现了 一个男人拿着短刀正朝一个女人身上砍去 这次康凯看清楚了 拿短刀的男人是刘新云 女人是舒秦庆 不要啊 秦庆快跑 康凯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 顿时他感到头疼得快要裂开 随后便晕倒了 许久 康凯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李浩主任 李主任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康凯语无伦次 没错 我是李主任 但是我是警局的李主任 这是我的工作证 说吧 李浩将自己的工作证递给了康凯 康凯感到自己像在做梦 明明是自己被安排去安宁医院实习 结果怎么引出了两个月前的凶杀案 眼前的李主任居然真实身份是警察 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我们警方晚来一步 你就被那个学长给杀了 你知道吗 李浩严肃的表情把康凯吓了一跳 康凯瞥了一眼 已经被警察戴上手铐的学长 他面如死灰 不敢正视康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康凯疑惑的看着李浩 原来两个月前 康凯昏死在事发现场 由于当时没有第三者出现的证据 人们都认为是康凯杀了自己的女朋友舒晴晴 但是李浩是个老恋的警官 他觉得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加之 醒来的康凯神志不清 又出现了阶段性失忆 以至于无法审讯 李浩打算用梦境心理学的方法找寻真相 李浩让康凯进行康复治疗 接下来 由于康凯非常想进知名医院做医生 李浩就将机救济 自己扮演主任 让康凯扮演实习医生 那两位病人 其实是李浩找的临时演员 故意制造恐怖事件 由此来激发康凯的记忆 接下来 让警方意想不到的是学长的意外出现 他居然唤起了康凯的记忆 但是警方想不到的是 学长居然暗地里跟踪康凯 当康凯在案发现场找回记忆 并再度昏厥后 这位学长居然想杀人灭口 幸好被早就埋伏在现场的警察逮捕 李浩告诉康凯 他在事发现场看到的场景 其实是他自己之前 因为受到惊吓而失去的记忆 并非警方的安排 你们居然为了我 这样杀费苦心的导演了一出戏 康凯现在是哭笑不得 李浩又递过来几张照片 你看仔细了 你的这位学长 在你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曾经拿着短刀在你的门外徘徊 我们相信他有杀人动机 康凯看着警方偷拍的照片 后背冒出了冷汗 这么说 是这个学长杀死了我的女朋友舒晴晴 他到底是谁呢 我怎么对他没有印象了 他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女朋友呢 康凯的声音开始发抖 李浩耐心地解答 康凯 由于你幼年时期的经历 你可能真的在精神上有一定的问题 这位学长可是和你一起研究课题三年的教授啊 难道你认不出了 那位教授被警察压着塑在角落里 浑身发抖 审讯室里 教授对自己的罪行公认不讳 康凯用愤怒的眼神望着他 同时问李浩 李浩警官 他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死舒晴晴呢 突然李浩问了康凯一个强有力的问题 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你是谁 你真的是康凯吗 这下子可把康凯给问住了 对了 他真的是康凯吗 康凯 你才是刘星云 而你想不起来的这位教授才是康凯 李浩一边抽着烟一边说道 什么 我是刘星云 康凯经得骨头都要震碎了 自从我们在凶案现场发现你以后 你就昏迷了三天三夜 醒来后就说自己是康凯 而你的真实身份是刘星云 这让我们警方怀疑慷慨和此案有关 我们查到你幼年时期 由于亲眼目睹自己亲生姐姐被杀害 患有异想症 所以我们警方猜想 也许凶手利用了你这点 把你伪装成凶手 然后自己逍遥法外 听到这里 刘星云目瞪口呆 刘星云的父母死得早 他的姐姐刘星云比他大十岁 他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刘星云拉扯大 刘星云十岁那年 有一天放学回家比平时早 发现家门是虚掩的 透过门缝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拿着灯台 狠狠地朝自己姐姐刘星云的头上砸去 和我分手 只有死 鲜血飞溅在四周 姐姐刘星云缓缓地倒下 那个恐怖的画面 刘星云这辈子也忘不了 他当时被吓傻了 不敢出声 一直躲在自己家门口的杂物堆后面 直到那个人离开 他记住了那张脸 这辈子也忘不了 从此以后 刘星云意外失语了 半年后 勉强可以开口说话 可还是结结巴巴 就这样 他得了间歇性异想症 14年后 刘星云在研究生课题研究组上 遇到了他 那位叫康凯的教授 一张刘星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脸 于是 刘星云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巧的是 康凯是只色狼 他居然看上了刘星云的女朋友舒秦庆 于是 刘星云酝酿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计划 他故意让舒秦庆勾引康凯 刘星云承诺不会让舒秦庆有事 他会一直在旁边 把康凯猥亵舒秦庆的一些路下来 这样他们就有了把柄 刘星云和舒秦庆就可以借此来要挟 康凯教授给自己推荐最好的医院实习 事发当日 舒秦庆约康凯来到了实验室 不出所料 康凯开始对舒秦庆动手动脚 舒秦庆也是半推半就 没想到康凯来真的了 他真的不放过舒秦庆 舒秦庆开始大声呼救 刘星云却只管录像 其实他早就翻舒秦庆了 他只不过想一尸二鸟 既有把柄可以要挟康凯教授 又能以舒秦庆被玷污为借口甩了他 结果意外发生了 舒秦庆开始拼命反抗 他咬破了康凯的手 康凯一下子被激怒了 对着舒秦庆拳打脚踢 舒秦庆歇斯底里的吼着要报警 这时躲在楼梯旁的刘星云被吓了一跳 一个没站稳跌下了楼梯 刘星云头破血流 摔倒在了实验室的门口 就在这时 康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短刀杀死了舒秦庆 他要逃跑时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刘星云 这时 周围的人听到了舒秦庆的喊叫声 纷纷朝实验室跑来 慷慨自作聪明地 打了有间歇性意想中的刘星云挤拳头 留了他活口 让人们以为是刘星云杀了自己的女朋友 没想到 这反倒给了刘星云一个绝美的复仇机会 或许 刘星云由于童年的经历 真的有精神病 但是这只不过是他的借口 因为刘星云醒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李浩警官 但是他为了隐藏自己和舒秦庆 故意勾引慷慨的事 假装自己精神有问题 反问李浩警官 我是慷慨 我怎么会在这里 接下来就有了现在的故事 慷慨作贼心虚 看到警方并没有结案 又担心住在安宁医院的刘星云 精神恢复后 想起来什么会对自己不利 于是起了杀心 而刘星云呢 巧妙地用间歇性异想症 伪装了自己 看来有时候为了报仇 为了隐藏的更深 伪装成精神病还是很有必要的